民進黨立委高佳瑜指控國民黨總統候選者 侯友宜是一個濫用特權又逃漏稅的包租公 讓侯友宜進辦的是通牒開槍 現實道歉 否則就要提高 凱旋苑隔了四年又成為選戰攻防重點 太太任美玲再度戰勝風口浪尖 讓侯友宜不僅紅了眼眶 但北琴牌似乎無法指贈 先前指控呼友宜逃稅騙子的高佳瑜 被侯友宜現實一天內道歉 否則就要提高 沒想到這次出面 沒服軟反鬥繼續開碼 把司法拿來當遮羞部 並不能轉移侯友宜逃漏稅 還有剝削學生的事實 如果真的成立了特徵組 是不是要把特徵組變成侯友宜的東廠 這就是警察治國嗎 高佳瑜五問侯友宜把大群館分割99個門牌 是不是為了逃漏稅 一般百姓沒特權這樣做政府可能核准嗎 2018年前市議員王威中檢舉後有沒有被國稅局要求補稅呢 當年揭露侯友宜大群管逃漏稅爭議的前市議員王威中也不以為人 他說國稅局當年確實向任美林開單補稅 但追溯其僅僅7年 前面沒繳的都補稅 我太太說過一句話 選警要回到政府 不需要一點點站出來 最後關頭太太可能出面直卸 畢竟凱選院爭議已經重創 侯友宜選情 記者綜合報導